北陸昏俗 各部落不同 我从小在真言部长大 在我们真言部 每到月圆之夜 会崽了羊烤起来 然后升起篝火 所有的年轻男女都会过来 大家喝了酒就去河边唱歌 唱一唱就知道自己喜欢谁了 唱完歌又怎么样呢 那自然是备了彩礼 上门提亲了 倒也不是 男孩第二天 会把自己打来的一只野燕 一只野兔还有一只野羊 挂在女孩帐篷外面 女孩要是收下了 就算订了亲 晚上两个人自己找地方相会 相会了 又做什么呀 相会了就 阿环 你真是个呆子啊 男女私会 那当然是干该干的事了 国师 羽然又在说女孩子不该说的话了 羽然 我 我说什么了 男女私会 对 那不就是一块吃吃饭 谈谈心吗 你想着什么辣话 羽然 你这么的贪玩 想不想和世子一起 驰骋草原啊 国主 这 我跟这呆子去驰骋草原 羽然 你还不明白吗 我们和青阳结盟和亲 父亲把你封做郡主 就是为了要让你嫁给青阳世子呀 小母孩 小母孩 你们封我当郡主 就是为了让我去草原和亲 对 那我不当什么郡主了 羽然 要有郡主的仪态 不要失礼了 我 羽然 顾家封你为郡主 是对你的关爱 顾家让你和世子结亲 也是对你的关爱 她的身份 除了皇室公主 识问东路 哪家世家名媛敢说配得上 阿欢年少不懂事 如此良配也不懂得珍惜 你怎么也跟她一样任性 谁嫁 谁嫁 反正我不嫁